昨天我們講到 那個滿面邪氣的青年人 用那把神奇的山河線 居然自換出線裡面畫那座大山 那座畫在線上面的大山 本來只有拳頭那麼大的 但是一旦在線上面移出來 居然迎風移掌 在靈靈臨臨聲中 變成了一座有百多像高的大山幽 幾乎將這個山洞龐大的空間都賺滿了 然後好像泰山壓頂一樣 雷亭萬鈞一樣 向著青雲門死的人來折壓過來 在雷鳴電閃亂石好像雨一樣打下來的時候 這座巨大的山幽慢慢向眾人壓落 那股氣勢簡直是雷亭萬鈞一往無前 由於這座山面積太龐大 將青雲門死的人前後左右的腿路 全部都塞住了 你想避都沒得避呀 眼看著形勢都不知道多麼危急 齊豪一咬牙就想挺身而出 用綠合鏡保護眾人 不過綠合鏡雖然神奇 但是發出的薄薄的光圈 到底可不可以抵擋這一座 這麼龐大這麼沉重的巨山 齊豪自己就一點把握都沒有 就在這個緊張關頭 綠雪旗就忽然飄身而出 整個人就像舊天仙女一樣 慢慢飄上半空 然後翻身 蒙出了天爺神劍 這把天爺神劍 似乎感應到主人的心情一樣 好像露龍升天 從天而起 帶出了萬鈔藍光 眨眼之間 將整個巨大的洞穴都照得光光 然後 這萬鈔的藍光 又在半空中合而為一 一條純正藍色巨大的光柱 在天爺神劍的帶動之下 呼一聲 向著著大山直斬而去 只能得砰一聲巨響 飛沙走石狂風呼嘯 眾人向半空中一望 只見巨大的光柱 和那座山撞在一起的時候 砰一聲 就像現在的炸彈爆炸的時候 產生的重擊波一樣 一股劇烈就好像 有形物一樣的龐大氣流 當堂在四面湧出 陸雪奇這時候正是站在半空之中 距離這股氣流是最近 所以首先 就被那股氣流一撞 當中砰一聲 整個人被這股巨大的虛流 撞在石壁之上 而且還不單止這樣 連石壁都被他壓碎買 砰一聲 整個人陷伸在石壁之中 當堂面色蒼白 一股鮮血 咬了下來 然後整個身一轉 個人在半空之中滑了下來 幾乎就這樣慣低 幸好 在附近的曾叔叔 和張小凡馬上飛身而上 把他接住 同時 那股百幾丈高的大山 被這道藍色的光柱重重一斬 當堂亦都停住了 向下壓的勢頭 在半空中 連震幾震 接著 咦 那股大山居然縮回頭 接著 凹凹凹凹 幾聲巨響 飛沙走石之中 那大山 就縮回到拳頭那麼小 重新出現在山河線的線面上邊 那滿面扯的青年 向山河線看了眼 當堂的眉頭大皺 原來在畫面上 本來氣勢宏偉那座大山 現在由山頂到山腰 居然多了一道巨大的裂縫 使得原來很和諧的線面 好像破了相一樣 看上去有幾分生硬的感覺 而這個時候 天爺神劍好像有靈性地飛回頭 剛剛好 綠樹騎在石壁挖了下來 一落地 當堂腳底一軟 他連串了幾道氣 接著天爺神劍 騎身 還想把曾叔叔和張小帆推開 但隻手伸到一半 忽然覺得 口唇變一眼 又吐了一口鮮血出來 這時候 那個叫做林峰的滿身邪的青年 遠遠指著綠樹騎鬧 你這個臭女人 居然敢弄壞我的法寶 你就算死十次 都不足以補償我的法寶啊 說完這句話 林峰馬上騰身而起 向著綠樹騎的疾瘡而來 這時候 連老大那隻赤魔眼 也恢復回正常了 他站在原地 旁邊的美貌富人 走一步 看著綠樹騎的眼 細細聲說 看清楚了嗎 連老大點也點頭 沒錯 是天爺神劍啊 哼 想不到 這把神劍居然落在這個小輩手中 連老大看著 現在已經跟青雲門那幫人 打在一起的林峰 他細細聲說 天爺神劍 你是救天神兵 當年那些練血堂的祖師 黑心路人 就敗在這把劍之下 今天無論如何 我都要搶動這把劍 那個美貌的少傅 怎麼點頭啊 但是那個林峰 哼 這個小子似著 和風月露祖有些親戚關係 一向對眼都生在頭殼頂的了 如果不是現在用人之際 我早就收拾了他了 有他打頭陣咯 我們有機會搶這把神劍 那個少傅點了點頭 於是 大家就一起看著 場中的形勢 這個時候 那個叫林峰的青年 正是舞動山河仙 和齊浩曾叔叔打在一起 他那把山河仙 每搏動一次 就有一股大風捲起 狂風呼啸 亂石紛飛 一浪一浪的 向著青雲門的死的人 直打過去 但是那些狂風一靠緊 馬上就被曾叔叔和齊浩擋了 剛才那座大山突然出現 眾人是一下子來不及提防 幾乎束手無策 但是這個時候 就可以看出齊浩和曾叔叔 不同凡響的道行 齊浩當然不再說了 他把寒冰仙劍白光閃閃 擋住這一陣又一陣的狂風 而站在他另一邊的曾叔叔 現在也顯示出他的真本事 他那把散發著紫光的謙元仙劍 在齊浩的掩護之下 紫光閃閃 經常在陣陣旁復的間隔之間 就捐了過去 好像那條毒蛇一樣 林峰一下子不小心 幾乎被那些紫光打傷 就是因為他又要防備曾叔叔的謙元仙劍 所以那把山河線的威力不敢全力發揮 一時之間 三個人居然打成平手 誰都知不到對方便宜 張小凡站在後面 他的手還扶著陸書旗 但是雙眼就目不轉睛地看著眾人鬥發 看見齊浩揮灑自愈 將仙劍運用得出神入花 對道家仙法的使用 自己更加遠遠比不上 心不如又是驚奇又是佩服 一直以來 他只是收集太極元清道的基本功反 直到下山之前 蘇元才傳授了實際的道法給他 當然比不上齊浩 正當他看到入神的時候 忽然間 只覺得自己手上一轎 原來陸書旗休息了一陣 精神恢復 馬上就自己站起 離開了張小凡的扶持 張小凡見他的臉色還很蒼白 忍著問 陸師姐 你沒事吧 陸書旗搖搖頭 正要開口講說話 忽然間 一聲 發出一聲的驚叫 張小凡定了一體 咦 只見 真是我見猶年 這條綁線索 就是姐姐專門為你們的正道仙家準備的 張小凡見到陸書旗身上那條黑色的繩索越勒越緊 居然好像要捐入他身體的皮肉之間那樣 而陸書旗面上也出現了很痛苦的神色 這條綁線索勒得這麼緊幾乎要哭入皮肉裡面 你說 他是多麼苦痛呢 但未等他反映過來 只聽到半空中一聲呼嘯 只見年老大當頭撲來來 一伸手向著陸書旗背後那把天爺神劍直插過去 張小凡怎麼能讓他亂來呀 燒火棍馬上騰空而起 向著年老大一直衝過去 年老大一見又是這條古怪之極的黑色短棒 他心有點顧忌了 馬上在半空中停住身影落在地上那裡 在前面的齊號和曾書書聽到聲響 另出來一看不敢大驚失色 想回過來救 但是林峰哪肯讓你兩個人走呀 如果讓你兩個小輩說來就來說走就走 自己在年老大面前還有面的 他馬上急潑幾下山河先 呼呼呼呼 陣陣龍捲風吹出 一陣緊他一陣 齊號和曾書書兩個人 他們一下子脫不了身 張小凡暫時逼退了年老大 再不遲掉 他身一側 燒火棍向著美貌少婦直衝過去 誰知那個美貌少婦見到他衝過來 輕輕一笑 把手裡的成縮一擋 陸書旗整個人身不由己地打橫發了過來 擋住在一個美貌少婦的面前 張小凡大嚇一驚 他馬上喝了聲 停 那隻燒火棍 就在陸書旗身前幾分的地方 硬停下 將他的樣子都影成了慘綠色 還未等張小凡喘定到氣 後面又兩道風聲急響 張小凡心急之下 向前面一撲 這時很狼狽地避了過去 轉過來一看 原來剛才那個野狗道人 和那個高佬流稿的襯火打劫也衝上來 黃色的仙劍和那隻巨大的鳥雅 一起向著張小凡直打過去 那個年老大奪補心切 將亦都不顧身份 一起衝過來 張小凡二一敵三 馬上就陷入苦戰 如果不是年老大 對那隻燒火棍有點顧忌 而野狗道人和流稿呢 又親眼看著那隻燒火棍 將那個吸血鬼姜老三 吸到變成人肝的恐怖情境 他心有點畏懼 出手不敢太緊 如果不是的話 張小凡是一早被他們打死了 但是即算是這樣 打了幾個回合 在三件法寶的夾弓之下 張小凡也是險象橫生的 而最令他覺得頭痛的是 那個美貌少婦呢 雖然在旁邊好像觀戰一樣 但是一旦張小凡想反擊他們的時候 那個少婦手臂一震 馬上就把六鼠旗拋了過來 搞到張小凡是縮手縮腳 那他情形更加危險 在這條專門針對那些正派人士 煉成的綁鮮索之下 綠雪奇無論怎樣用力掙扎 但是一點用都沒有 眼看著背後的小婦 整個得意微笑 而張小凡在那裡 被嚇到自己 搞到險象橫生 綠雪奇的臉更加白了 咳一聲喉嚨一甜 每天一口鮮血直噴過來 那些鮮血 曬他結白的衣服之上 真是看上他的觸目驚心 張小凡聽到聲響 另轉頭看到 以為綠雪奇被綁鮮索已經勒傷了 他大驚之下 再也不顧得那麼多 那些小火棍 黑氣清光一齊騰起 當和疾如閃電一樣 向著美貌小虎直掃過去 那小虎怎麼也想不到 張小凡居然不顧自己的安危 突然向自己攻過來 一時間沒有防備 眼看小火棍就要衝到面前 他馬上衝天而起 哇! 幸好還算走得快 那隻小火棍貼著自己腳底掃過 但是這個時候 張小凡的背脊 也都是空門帶路 連腦袋的赤魔眼射出一道紅色的光芒 野狗道人的獠牙法寶 和劉果的黃色仙劍 也都一起打在張小凡的背脊上面 張小凡只覺得眼前一刻幾乎暈了過去 全身上下的一陣陣劇痛 整個人馬上就向前邊飛跌出去 口裡的鮮血就像泉水一樣 噎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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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噎出來 掏了幾個蘭花子發 чув 天爺神劍馬上哨噎 summit 藍光掠個天空之際 咔咔兩聲 當塘將頂綁線索擠開一些拳 在天爺神劍的劍風之下 这条看上去普普通的绑线索 居然非常坚韧 连天爷神剑都削他不断 不过少傅见到天爷神剑 站在他条绑线索上面 站到火光四射 哎呀 他都心痛见宝物 震惊这把天爷神剑的神威 马上将绑线索收回去 六书旗一字有 虽然他身体还是很酸痛 但是也都立刻腾身而起 接着了半空中跌下来的张小凡的身体 但是 还没等他两个人有喘息的机会 连老弟他们三个人已经追到 天爷南光急闪 飞下来六书旗身前护着主人 但是这个时候 六书旗的面色都不知道多么蒼白 整个身都遥遥暗 他几乎要支持不住了 就在这个时候 只能到远处 一声 跟着只听得那个林峰大开息 哎呀 好痛啊 情云小辈你居然敢打伤我 看看我这件法宝啦 一声 忽然间 一声巨响 整个山洞都不敢震一震 众人正是觉得惊异的时候 连老弟他就面色大便 大声为 林兄 不好啊 说话没讲完 众人就觉得脚下 地动山遥 地动山遥 再一看 林峰手上握那把山河线 上面画的那条大河居然消失了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众人站的那块平地 忽然间一裂裂开 暂眼之间 在地下的深处 噴射出一道巨大的水柱 你猜水柱的力量真是大呀 这么大块石板 居然也被冲到半空之中 前方 只有那块黑着死灵圆三个大字的巨石 是闻风不动 但是青云门那四个人 被那股庞大的水流之力 马上就向四边直冲而去 绿雪旗的手本 拉着张小凡的 他只觉得手一松 在一瞬间 他突然间觉得 自己整个心 也都跟着一起沉下去 只见张小凡那个 满身血污的身体 噴一声 被水流一带 马上就向外飘过去 而他飘的方向 就是那个神秘黑暗的死灵渊 绿雪旗飘身在半空之中 见到张小凡整个身体 被水流带着 向着死灵深渊直跌下去 就在这瞬间 这个平时 这么平凡 这么起眼的少年 和自己曾经相遇过 或者接触过的一幕幕 忽然间 一起涌上了绿雪旗的心头 在痛天风上面 那个抽签的时候 看见自己 忽然面都红了的少年 在那一场的比试之中 当自己全力 护持着天野神兼 武力在自己身边 暴落护罩的时候 他带着那条烧火棍 撞入自己防御圈内 就要向自己 发出致命一击的时候 忽然间有深远的眼神 刚才 为了自己吐血 于是不顾一切 冲过来救他的时候 他的眼神 这个平凡的少年 这个平时 根本不会引起人注意的少年 但是 为什么这些眼神 他在自己心里面 原来留下着 这么深的印象呢 一声 一块巨石 当头打下来 向着 正在水里面 纷纷迷迷 随着水流 向着死灵渊 跌落的张小凡 直打下去 绿雪旗面死一汗 用尽了自己 最后一分力气 伸手在巨石上面 一借力 改变了身体的方向 向着张小凡 直投而去 乱石如雨 水龙僧灵 这一切 好像就发生在天边 离他好远一样 天野神兼 发出淡淡的南光 追随着主人 一起向前飞过去 避开了几块乱石 陆雪旗终于追上了张小凡 他一手握着张小凡的手 正想将他拉回头 怎样一抖起来 自己整身一软 他这样才发觉 刚才一出来追上张小凡的时候 已经用尽了身体最后的一点力气 现在 不要说拉回张小凡转头 连自己整个身体 也都被张小凡的重量带着 身不由己地向下面跌下去了 但是 陆雪旗还是没有松手 无模糊之间 张小凡好像看到了陆雪旗 来到自己身边 自己几乎已经失去了知觉的手 好像也有只手在拉着自己 他 他来救我的吗 他心里面 刚刚这样问了自己一句 才忽然间发觉 原来自己和陆雪旗 现在已经飞过了那块 射着强烈光芒 刻着死灵圆的巨石 然后向下 向那个心不可测的深渊 直跌而落 陆雪旗好像已经无了知觉 他眉上眼 身体向旁边一翻 他本来雪白的面容上面 在这一刻 居然有一些恩惠的神色 他为什么而恩惠呢 是为死之前 自己都盼尽心力 去救自己的同伴 也说 是为这个平凡的少年 在最终的一刻 居然牵着自己的手 而恩惠呢 张小范的身体 也跟着跌入了永恒黑暗的无底深渊 但在跌入深渊之前 在最后留在一个光亮处的那一刻 隐隐隐约弱听了一声 阿里陀法 跟着金光一闪 下一刻 他就已经跌入了黑暗 是无边无际 仿佛是永恒存在的黑暗 好黑 好黑 连近在此尺 自己身边的那个女子 他都看不到一丝一毫 只不过 在他失去意识的最后一刻 他依然知道 在他们跌入了黑暗之后 陆雪奇和他的手 还握在一起 握得很紧 好紧 各位 那究竟他们两个人 在跌入了无底深渊之后 跟着 又有什么等待着他们呢 听人来说 解画诸仙 各位 在今天的故事里面 我们的主人公张小凡 和各位 好像先代一样的陆雪奇 一起跌入了那个 无底深渊 死灵渊里面 当然 既然做得主角 我们之先这部故事 就有这么长的故事要讲 这样 他们当然就不会就此了象 在死灵渊之下 他们肯定是另有其遇的 有什么其遇呢 这一切又是和魔教的这个分支宗派 炼血堂有关 自从在一千年前 黑心老人死了之后 炼血堂就一决不振 又由于 当年的一场正魔大战 炼血堂除了黑心老人战死之外 其他的一班高手 不是死就是失踪 虽然这几百年来炼血堂可以说是衰落不堪 但是 魔教里面 其他的几个宗派 甚至是正道宗人 他就一点都不敢轻视他们 因为 现在炼血堂的宗主 就好像那个年老大一样 虽然 道行低微 但是当然 黑心老人实在太出名 而他当年威震天下的那粒小血珠 亦都太过恐怖 而当年他死了之后 他那粒小血珠就不知去向 还有 炼血堂虽然被正道宗人倒毁了 他们的基地万福古窿 但是黑心老人收藏的种种 秘笈典籍 还有他和其他炼血堂高手 守过来的神奇法宝 亦都一见不见 传言说 黑心老人将这一切都所在 万福古窿 一个布置着重不重机关的神秘地方 所以当年血堂一脉的弟子 好像年老大一样 忽然间出现了万福古窿 众人忍不住就猜想 他们会不会 是来这里 找回黑心老人 当年留下的藏宝呢 于是各方的势力 就立刻文风而动 不单是正道的三大门派 各自派出自己的精英弟子 连魔教的其他几个宗派 亦都分别派出人手 前来这里打探消息 时机又争夺这些宝物 但是到了现在为止 就连年老大他们 也都始终没找到 究竟黑心老人 将这个被捕 藏在哪个秘密的地方 他们唯一想到的 未去找过的地方 就是这个 好像藏在毛边的黑暗之下的 死灵犬 昨日讲到 张小凡和陆雪奇 就向着毛边的黑暗之下 跌下去 跌入了那个神秘 黑暗 而且根本就不知 有多深的死灵犬里面 张小凡在半空中 就昏了过去 在他就来昏的时候 他好像还听到 当自己和陆雪奇 向下跌下去的时候 在半空那个平台之上 还有一声 阿里陀佛 他心想 哎呀 是不是法相师兄他们到了呢 一想到这里 伤眼一刻 整个人 就什么都不知道 当张小凡醒过来的时候 他只觉得周围很黑 而自己全身又很冷 冷得入了骨髓一样 这种寒冷 好像不仅仅是身体 甚至连他心都冷 等着就要死的那种感觉 但奇怪 他居然一点都不仅仅是身体 他居然一点都不觉得害怕 甚至没有一丝一毫的恐惧 只是觉得 自己从来没试过 是这么疲倦 连挖大眼 都好像没有力气 都好像没有力气一样 好奇怪 就在自己身体 极度疲倦 又非常无力的时候 他的神智 他是漸漸清醒 好像有什么包围着自己 很温柔 很小心 但是他是冷硬如冰 慢慢地 吸着着他身体的力量 同时又带着一种 非常舒服的感觉 使人忍不住 就想这样很舒服地睡着 睡着下去 如果不是 在他右手里面 有一股熟悉而冰凉的感觉 好像会围着自己主人 那样升起 如果不是 他忽然感到 在他左手里面 还握着一只冰凉而柔软的手 他就真的想就这样睡下去 他很艰难地省大眼 忽然间 他见到一点光 在这个无边无尽的黑暗之中 唯独在张小凡的眼前 突然间 有一点光芒亮起 这一点光 飘飘渺渺 是一片白色的轻光 他在黑暗中飘浮不定 一路线扭着张小凡就好像最温柔的女子 挽留着自己心爱的爱人一样 他又好像一流的轻烟 虚无飘渺 在半空中 在张小凡的身边 慢慢变成一种美丽而凄凉的面容 向这个少年的嘴唇一口咬过来 张小凡只觉得 自己的嘴唇之间 有一种淡然的芬芳 还有一点 一些思思的迷乱 以及一种冰凉的感觉 一种使人寒得入心的冰凉感觉 张小凡被这个白光兴焰中 那个美丽女子的面旁 咬了一口之后 只觉得全身是一阵麻痹 几乎整个人又要昏了过去 幸好在这个时候 他右手的烧火棍发光 发出的原青色光芒 当是张小凡的身前 而那楼好像轻烟那样的白光 似乎非常畏惧 马上一飘就飘回到后面 张小凡整个身一阵 翻身而起 跟着他马上会议了 原来这些光 是阴灵 在草河村 他就听这些老人家讲过 说人死了之后 肉身 人的肉身也会跟着消亡 但是云柏就会离开身体 投胎成为另一个生命 所以 人世其实就是这样 在云柏离开身体之后 又去投胎转世 生生世世 轮回不止 但是世间上 如果有些是死于非命 又或者是因为各种原因 以畏 恶 怕 恐惧等等的缘故 他们的云柏 在死了之后 眷恶着前世 回首前陈 不肯再去投胎 于是 慢慢 就会成为阴灵 这些停留在世间的阴灵 往往喜欢住在阴寒潮湿的地方 你的死灵渊 黑暗潮湿 有阴灵 当然不足为奇 但是张小凡生平 真是从来都没见过这些东西的嘛 小时候听大人讲过 说世上有鬼 后来大竹风 听师兄弟讲过 说这样叫做阴灵 他心 对这件事本身就非常恐惧 现在突然间见到 哇 当同好像一桶冰水 由头淋到脚一样 而他刚才又失声惊叫一声 在黑暗之中远远传着出去 当同在周围的一片七黑之中 他的声音显得轻飘飘的 但是隐隐约约 也有回音传了过来 随着他这声的惊叫 好像惊动了什么 在他周围的黑暗之中 无声无色的 又亮起了一个又一个光点 张小凡客的心头一跳 几乎整个心脏都停止跳动 他平住呼吸 看着一触一触 同刚才自己见到的阴灵 几乎是完全一模一样的白光 在前方的黑暗之中 慢慢亮起 跟着 左边 右边 前边 后边 甚至他担高头 连头顶的方向 也都有很多阴灵亮起 燃出幽幽的白光 在这个死灵院之下 竟然有无数的阴灵 好像在沉睡之中 忽然惊醒 感受到几百年来 第一次出现的人体的温暖 马上 大家都一起向这边聚集过来 而那阵阵 好像轻烟那样的白光 飘浮不定 慢慢就幻化出 无数的面容 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有靓的有丑的 无数的阴灵 慢慢聚集 将张小凡 整个人围得实一实 张小凡紧张得 几乎头皮都发麻 但是害怕之后 咦 他跟着发现 他的阴灵 似乎对党在身前 那只烧火棍很畏惧 不敢接近烧火棍 散发出来的 原清色的光芒 但是 未等张小凡松一口气 那些飘荡在半空中 游走的阴灵 似乎又发现了什么 纷纷向着张小凡 左边飞过去 张小凡紧一顿 哎呀 跟着明白了 他左手还握住 他只柔软的手 现在渐渐继续凉紧下去 看来 他的阴灵 已经飞到六雪奇的身边 正在吸食着 他身体的阳气 和血肉 张小凡马上用力 一拉 噗一声 只觉得一阵水声 六雪奇被他拉到身边 凭着周围的白光 张小凡见到六雪奇 面色苍白 双眼紧闭 摸摸他的呼吸 都还算正常 看一看 他身上也似乎没有受到什么外伤 那才放心 他仔细地看看周围 原来 他和六雪奇两个 现在不知为什么 居然是一处水边 在黑暗之中 他根本就不知道 这个水面有多大 这片水 是一个小水潭呢 或者是一个大湖 甚至是传说中 那个很巨大的地底 深海呢 张小凡知 但是他只知道 这个水面 是流动着的 就像潮池一样 鼓起一层一层的波浪 好像冰冷的手 慢慢地 撫摸着自己的身体 但是这些水 却是冰凉切骨 现在 自己和六雪奇 整个身 已经冻到紫青色 手脚都觉得尺寒 他觉得 如果再不走 就这样留在这一树 就算不被那些阴灵害死 恐怕他们两个人 都首先在水里面 要冻死了 于是 张小凡一手拿着烧火棍 一手很艰难 很吃力地 拖着六雪奇 两个人 慢慢地 就向着岸上 一步一步地挨过去 终于 到达了硬地 张小凡一下子坐在地上 大淡大大地喘着气 无数的阴灵 就围在他周围 似乎 张小凡和六雪奇 这两个生欧的人 他们满身的血肉 对于他们来说 真是非常香甜的美味 不舍得离开 但是又惧怕着 张小凡那只烧火棍 所以又不敢靠钱 张小凡看着周围这些阴灵 他想在自己昏迷之前 脑海中最后的回忆 我们跌下去之前 曾经听到有人 叫了一句阿里陀佛 应该是法相师兄 他们四个人到了 有了他们帮忙 再加上齐师兄 和曾叔叔 他们本身的道行 应该就不会有事 齐师兄如果没事 那灵仪师姐也不会伤心 但这时候 他同时又问了自己一句 如果我死了 灵仪师姐 他会不会有点伤心 或者都会有一点点 不竟这么多年 自己和他日夜相处 他知道 这个外表很豪强的师姐 其实他的内心 也都有温柔 而软弱的一面 如果让他知道 这个和自己 从小玩到大的 张小凡师弟 不幸死了 说不定 也会有点眼泪 可能都会有一点点的伤心 甚至 还会在 找不到自己厮守的情形之下 在大竹风那里 为他立一个坟 但是跟着 在不知道将来的事业里面 他又会在坟头 来多少次呢 胡思乱想地想到这里的时候 张小凡不断叹一口气 如果他真的立了个坟 自己会不会 好像周围的阴灵一样 因为眷暖着他 不肯去投胎转世 只会流连在这个坟前 偷偷地 望着他 记忆中的身影呢 嗨 叹一口气 就在这个时候 他听到旁边的六树旗 也都发出一声 轻轻的叹息 这阵时 六树旗终于醒了 他一省大眼 就见到张小凡关切的眼神 哎呀 六树旗 你醒了 六树旗没有回答他 他看上去 似乎呆了外 不过很快 他就恢复回正常 而他的面色 也都由最初 带着他的迷茫 恢复到 有点冷漠冰箱 的感觉 但是 跟着他看看周围 见到四周围 幽幽的白光 他就忍不住 又去一次面色一变 哎呀 阴灵 六树旗就好像张小凡 一样失声惊叫 张小凡点头 是啊 不过不用怕的 他们好像有点 怕我那支烧 烧火滚 应该暂时没事的 六树旗也都发现了 在周围无数飘荡着的阴灵 的确没有撲上来 只是周围油油荡荡 似乎 对张小凡那条黑色的短棒 非常畏惧 他顶顶心神 你 你这件法宝叫什么画 为什么这么厉害呢 哦 我我之前呢 就拿过要来透火的 所以叫他烧火棍 另外 我都不知道他怎么会这么厉害的 烧火棍 是啊 之前我在大竹风那里 专门上来说 专门负责煮饭的 用它来透一下火啊 摇一下柴堆啊 那不然烧火滚 六树旗 觉得六树旗的面色 在说完这句话之后又白了几分 几乎看不到半点血色 忍不住 师姐 师姐啊 哪是呢 哪是呢 你赢了的嘛 而且我听说 如果不是你跟我那场比试啊 損伤了太多的元气 那么 最后那场 就不会一定 输给齐浩师兄啦 他越说越小声 到后来 都不敢说下去 因为就是这个时候 六树旗 突然默默抬头 冷冷地看着他 那股冰冷的眼神 杀时间 就使他不敢再说下去 白光 照着了他两个人的身形 六树旗 倒低头 深深吸一口气 我们怎么能够 僥倖逃生呢 张小凡额了海 他都觉得很奇怪 我不知道啊 不过 我刚刚醒过来的时候 我们两个人都躺在水里面 会不会 在我们僥倖 跌进水里面 这样才不死得 又被潮水 冲到岸边呢 六树旗向他手指的方向望过去 趁着阴灵发出他幽幽白光 果然见到 远着一处水面 而且隐隐约约 也听到潮水冲到岸边的啥啥声 看看自己身上 这件衣服虽然干了一大半 但是还有一点湿的 贴在身上都很冷 可想而知 如果不是张小凡拉着自己上岸 恐怕还没醒的时候 就在水里面冻死了 多谢你 不紧要 不紧要的 张小凡拉着我 就马上摆手 谁知一摆手他们才发觉 原来直到现在 他们两个人的手 都仍是紧紧地握在一起的 杀时间是大的 窒息 但是在这个之前 他们的手是握得这么紧 丑着血肉相连 好像已经握了很多年一样 居然一些突压的感觉都没有 陆书奇慢慢抽好自己的手 张小凡拉着尴尬地笑一笑 手就立刻收回自己身边 但是他左摆右摆 都不知道应该将这只手 摆在哪里才好 过了一阵 还有陆书奇开口说 这些下来之前 被魔教妖人重重地打伤了 现在感觉如何 张小凡拉着他这样问 似乎没怪自己 一直握住他的手 马上就说 哦 还顶得顺 还顶得顺 那可不可以御剑飞上去 张小凡拉着尴尬 摇摇头 他身体里面 痛得好像浸鸡一样 陆书奇看了他眼 说 我都不行 我们一起来查探一下 看看有没有出路 如果不是 就这样等下去 恐怕迟早 都被那些阴灵吸成人干 张小凡拉着尴尬 听到这句话 当同吸了口冷气 啊 是 于是两个人站起来 张小凡拉着他条烧火棍 而陆书奇呢 也握住天夜神兼 互相互持住 向着和水面相反的方向 一直就向着 无边黑暗那里走过去 但他们这样一走 都不知走了多久 这个方向 居然好像无边无际一样 过了很久 两个人依然走在空旷的空地上面 在这个死灵渊之下 原来有一个这么惊人 这么大的空间 但是四周围 他又没有到半点生灵的迹象 有的 就只有在他们周围 一路飞舞游荡 贪恋着血肉滋味的阴灵 正在那里上下无声地 忽远忽近地围着他们飘下 当下 张小凡和陆书奇两个人 越行 面色越是沉重 同时感觉到周围的阴气 越来越重 而张小凡呢 他毕竟是同时受了年老底 野狗道人 和刘谷的联手一击 打在他背脊上面 好彩是因为张小凡呢 除了修炼太极原清道之外 还修炼了佛门的大凡般若功 道家修行 就以打开自己的身体 使自己的身体 和自然的无数灵气相通 将天地间的灵气 吸入身体化为己用 而佛门修行 比道家就更加注重体悟自性 所以张小凡这五年来 修炼大凡般若功 虽然修行还是好浅 但是身体的精密根基 它是非常稳固 也正是因为他日夜修炼了 佛道两家的绝世真法 所以虽然在道法的运用 也或者在太极原清道的修行 它远远低过六雪旗 但是精密根基的稳固 它是比同门的很多 和他差不多修行的弟子 要远胜很多倍 甚至正是论精密的强壮 连六雪旗都比不上它 也正是因为这样 所以他受重伤的时候 太极原清道和他挡了层 大凡般若功又挡了层 他这样才僥倖不死 而且醒得比六雪旗还要快 不过夜九道人连老大和流稿这一击 对他体内的精密损伤还很大 加上他醒了之后 又要照顾六雪旗 使得自己是伤上家伤 刚才还不觉得 现在越走越觉得辛苦 隔了一阵 六雪旗都发现张小凡不是这么对路了 他刚刚叫了一句 哎呀 你怎么呀 我没事 你走吧 他拉着刚刚说出来 张小凡突然整身晃了晃 身形一软 啪一声 他已经整个人跌了下去 而他手握他的烧火棍 在张小凡一晕过去的时候 跟着迅速地暗淡下去 啪一声 掉在他身边 变成一条平凡而丑陋的黑棍 六雪旗刚刚大气的惊 在他周边 无数散发着白光的阴灵 好像也疼疼疼 但是跟着他们也发现 本来令他们很惊的 那条烧火棍发出的青光 已经不见了 这两个活生生的血肉之躯 再无一丝防备感 就停在他们面前 杀石之间 在半空中 响去了无数的声音 好像他们得意狂笑 有时他们不断怒哭 无数的阴灵 在窄窄窄窄之后 他们就好像贪男的野兽一样 向着这两个站在黑暗中的人 一路直冲下去 啪一声 六雪旗拔出了天爷神剑 挡住在张小凡的身前 蓝色的光芒 在天爷身上飘起 纯正而燦亮的光柱 照亮着这个黑暗的世界 那些白光之中的阴灵 似乎害怕就害怕 但是 这把旧天神兵一样的天爷神剑 似乎根本不可以吓了他们 吓一声 他们就好像潮水那样 向着张小凡和六雪旗 直冲来 六雪旗舞动天爷神剑 吓吓吓吓 南光过处 那些稍微碰到南光的阴灵 马上就化为乌有魂飞魄散 但是 天爷神剑的威力虽然巨大 它又没办法吓得到其余的阴灵 前面的阴灵灰飞烟灭 后面的阴灵又急颇而上 阴灵的数目实在太多 简直是杀不胜杀 而且六雪旗又受伤了先 所以未到几个回合 它就喘气 而且冷汗直飙 那把天爷神剑几乎连插都插不住 而那些阴灵也越逼越近 各位 欲知后事如何 我们明天再讲 解画诸仙 各位 在今天的故事里面 可能大家觉得有点奇怪 咦 同样是利害之极的法宝 为什么张小凡那些烧火棍一举上来 那些阴灵连靠近都不敢靠近 反而 是六雪旗那把 同样可以使他们灰飞烟灭的天爷神剑 为什么 为什么六雪旗舞动了上来的时候 那些阴灵 它是前仆后继不断向前撲上来呢 原来这一切 其实也和张小凡那粒细血猪有关 千年之前 那位明东天下的黑心老人就在万福古龙里面 这个地底迷宫之中创立了练血糖的基业 而黑心老人本身为人空产 他为了练制这粒细血猪 更加伤亡了无数的生人 其中 有很多正道的收针之士 和平凡百姓 被他捉到这个地底的世界里面 用细血猪吸食了他们全身的精血 以壮大细血猪的魔力 被他吸干了精血的尸体 就被黑心老人用法力 打了来死灵园下面 或者被那些妖兽吃了 又或者被海水无情喷嚏 这些无辜往死的怨灵 就是这样 月积日累 聚集在这个无底深渊的死灵砖之下 连怨灵都飞不上去 根本就不可以投胎往生 于是一路在死灵砖下面 聚集着上来 虽然已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 但是这些怨灵 对于自己当日 被细血猪吸干了全身精血 那种恐怖而有痛苦的情景 它依然深深地落阵在他们的记忆之中 所以那粒细血猪 本来虽然和无名的胸棒合而为一 成为一条烧火滚 空气耐炼之后 他们又不认得 但是张小凡一撕发 细血猪的空气就立刻显露出来 那般阴灵还以为黑心老人又翻山 让那粒细血猪再来要吸食他们 当堂就吓得个个人都退避开去 但是现在细血猪的法力 要有张小凡在那里吹动 这样才可以显露出来 所以张小凡一闻错 细血猪和那只无名胸棒 又变成了平凡丑陋的烧火棍 他们的阴灵一发现 不见了自己最害怕的杀星 但是就有两个 生殴殴的人在树 他们香甜的血肉滋味 还不吸引他们 拼命这么要破过来吗 绿雪猪虽然道法好强 但是因为受伤在先 体白就是要支持住 所以他们两个人 现在就真的极度危险了 昨天我们讲到 张小凡一闻了过去 他那条烧火棍上的光芒 也都立刻就暗淡下去 在四周围一直围住他们的无数阴灵 见到他们最害怕的那只烧火棍 忽然间的光芒消失 即使嘻嘻嘻嘻发出一阵阵的狂敲 向着他们两个直冲来 虽然陆雪旗舞动天爷神剑不断抵动 而且天爷神剑发出的蓝光 使得稍微碰到他的阴灵 都马上咳咳化成一流白烟 立刻灰飞烟灭云飞拍散 但是那些阴灵似乎一点都不为他 依然在四面八方的直冲过来 显然天爷神剑的威力虽然大 但却不是好像烧火棍那样 可以吓着阴灵 让他们不敢冲过来 而且这些阴灵实在太多 选一个杀不胜杀 陆雪旗又受伤在先 所以只是几个回合 他就已经喘气 流了冷汗 连把天爷神剑都几乎抓不住 而在点点白光之中 幻化出来的 一张张真灵恐怖的鬼面 他就张牙舞爪向他们破过来 陆雪旗看了张小凡一眼 这个少年现在虽然已经昏迷 但是面上他有些很痛苦的神色 不知想起什么伤心事 陆雪旗小声叹一口气 想不到今天 我会是跟你死在一起 忽然间他挫着了身体 这个时候 他面上已经再无一丝血色 但是他依然不肯放弃 只见他右手捏着发血 念了几句咒语 天爷神剑 忽然在半空中 向下一插 撑一声 插入了陆雪旗身前的地下 然而南光闪起 在地面上 以天爷神剑为中心 幻起了一层光圈 将陆雪旗和张小凡两个人 包围在光圈之内 就像当日齐豪制起六合镜 用六合镜散发的光芒 保住他们四个人一样 周围那些阴灵 见到渡口的血肉就在眼前 他们哪里得这么多 一度度窄窗而来 撑撑撑撑地撞在光圈上 以天爷神剑为中心的光圈 每一次阴灵撞下来 都发出噴一声的轻响 接着 嗨一声 那些阴灵马上就化成一流轻烟 向上飘去 但是明眼人已经看得出 这个光圈的光芒杀出太弱 其中的随气也有气无力 只不过陆雪旗垂死争扎 眼看着就来到口的美食 又被人阻止 这些阴灵都不知道多么烦恼 四周围 这可是弃哭之声越来越大 无数的阴灵 就奋力地撞向这个光圈 每撞一次 陆雪旗就全身震一震 面色就更加蒼白 而天爷神剑的光彩 也都暗淡着一分 本来有成两个人这么高的光圈 在短短的时间之内 已经压到剩下一个人这么高左右 眼看着形势越来越危急 而鹿雪奇卿无计可施 在这个时候 忽然间 吶 一声巨响 本来他们两个人坐的地方 一直都是一块坚硬的地面 但是这个时候 在张小帆睡着的地方 忽然间裂开了一个很大的洞 张小帆当堂跌了下去 鹿雪奇整个人呆了呆 他向那个洞一望 只见这个洞一片漆黑 你根本看不清 这个洞究竟有多深 但是似乎 在这个洞的深处 它是有一双巨大而恐怖的血红色的眼 在那儿瞻瞻瞻瞻瞻地望着这一边 不过 鹿雪奇没有了一点的犹豫 他马上奔起了 插在地下的天液神剑 就在万天阴灵的呼啸声中 鹿雪奇 向着那个周深恐怖的洞月 呼着声飞身而下 一阵间之后 半空中所有的阴灵 也都跟着 一路刺耳呼啸着 向那个心洞那里直冲进去 过了阵 只听到黑暗的地底洞孔之中 一阵沉患的撞击声响起 跟着 在这个洞孔里面 除了曼天阴灵的呼啸声之中 又响起了一阵沉患的声响起 这一阵沉患的叫声 也都跳出地面 只见他的嘴角 又流出了一阵殷红的鲜血 左边身 雪白的衣服 更加红了一大片 看上来 似乎受了重伤 而这个时候 一直昏迷着的张小凡 现在终于醒了 但他只能够依靠着鹿雪奇 这样才站得起身 他的烧火棍 重新也都发出了光亮 但这些圆清晰的光亮 虽然是非常微弱 暗淡 但是就令到所有的阴灵 都不敢再靠近一步 这两个年轻的一男一女 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之中 彼此参赴着 互相依靠着 鹿雪奇看着曼天飞舞 憤怒 但是不敢再冲下来的阴灵 他的心 忽然感到一阵 说不出的欢喜 虽然他们还没脱离危险 但是至少 现在自己不再孤单 自己不再一个人 有一个人陪伴着自己 面对着这种种的危难 原来是多么好 跟着 两个人的眼光 都落在前方 那个巨大的阴影上面 在周围阴灵散发出的白光之中 他们闻到一股 很强烈的腐臭气味 然后他们就看清了那只妖兽的样子 这只妖兽 有成两个人这么高 猪头狗身 嘴角那里长着两只 非常尖锐 而长的尿牙 全身一片尺黑 那些毛 好像钢针一样 条条都竖起了 他的对眼 呈现出血红色 反而有几分似 魔教教人连老大 练出来的那只赤魔眼 此见这只妖兽 趴在远处 猛地喘着气 他左面的前肘鲜血淋来 显然被绿雪旗打伤 他蹬着这两个 打伤了自己的人类 眼里射出了一只黑骨的仇恨 直接就想将那两个吞进肚 那些阴灵 是天空不断飞舞 有时也都飞过这只妖兽的旁边 但是没有攻击他 显然 他们和妖兽之间 井水不犯河水 绿雪旗指那些 自己周身非常疼痛 而且非常疲倦 几乎就这样跌下 想睡着了 他硬硬顶住 小小声对张小凡说 这里的妖兽和阴灵太多了 等一会 都不知道还有什么要捐出来 我们退走先 张小凡哪有意见 马上就点头同意 两个人一路向后退 但是 他们每走一步 天空中的阴灵就跟上一步 而那头妖兽似乎也都不想放弃 居然也跟上来 就是这样 走走停停 那些阴灵顾忌着张小凡的烧火棍 而那只猪头受妖 似乎对他两个人都有点顾忌 但是也都不肯就此罢休 张小凡和陆鼠奇两个人 本来身上已经受了伤 在这个阴暗潮湿的死灵圈之下 又经过连番激斗 早就已经疲倦不堪 如果现在不是那些阴灵和妖兽苦苦相逼 恐怕那两个人一放松精神 就立刻要大家一起昏了过去 但是现在 他们都知道自己面临着生死关头 所以体内都不知在哪里 来着一股用力和气力 居然一路撑到现在 这个死灵渊 究竟有多广阔 这个巨大的深渊 究竟有没有变的呢 他们真的不知道 两个人在这里退了半天 居然一尾都只是在空地行走 根本就见不到有一丝山壁的影子 也都不知道当时跌下来的时候 怎么会跌得这么远的呢 只不过 他们现在都不得了 去想这个问题了 四周围都是苦视担担的阴灵和妖兽 而且还在渐渐逼近 张小凡和陆雪奇两个真是束手无策 忽然间 张小凡觉得背脊一捅 撞到一件很硬的东西 一直以来 他和陆雪奇两个都不敢对这妖兽 有丝毫的吊耳轻心 所以一直都只是打到吞 这一下突然间 背脊撞到不知什么 张小凡吃着惊 一轮转头 原来自己居然撞上一棵大树 树干操作 看来这棵树没有三五个人 都绝对抱不过来的 张小凡见只是撞到一棵树 才松一口气 没事 我撞到一棵树而已 他刚刚对后面的陆雪奇 这样说完这一句 谁知道在这个时候 忽然间只觉得自己喉咙一通 条颈好像被一条绳 突然间扭住一样 整个人 马上就被一股巨大的力量 一切就切起上身 陆雪奇大一惊 另出来一看 不敢失声惊叫 哎呀 原来这棵是树妖来的 原来这棵树 生长了一棵孤零零的大树 现在本来静子的树枝 居然好像人的手一样 动起上身 线着张小凡 就是其中一条很粗大的树枝 黑暗之中 那个树妖舞动身形 就像狗幽恶魔一样 张小凡子那条颈 被那条树枝越勒越紧 勒到他几乎喘不起来 陆雪奇刚刚要救他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听到远处一声 惊天动地的大哈喉 原来那头猪头妖兽 拿着机会 一跃上来 前肘唬呼一声 带动风声 向着陆雪奇兜头掩上去 那只巨大的肘 上面用绿光闪闪 显然还带着剧毒 陆雪奇只有一回身招架 但是被他一阻阻住 今天怎么也救不到张小凡 张小凡只觉得喉咙一阵剧痛 然后就见到树妖发作很难听 这个声音 看来肯定是捉到这个人 他觉得很欢喜 而潜在张小凡颈那条树枝 也不断地将他向树身拉过去 同时又有几条树枝潜过来 潜着他的身体 所以现在除了两只手还动得之外 张小凡已经是挣扎不了了 张小凡的心都不知多急 他看下陆雪奇 但是陆雪奇被那只猪头授摇一路纏住 而且越打越惊险 几乎连自己都保不住 又怎么救得到张小凡呢 张小凡领转来一看 哎呀 更加吓得几乎他心都要跳出来 原来 在树妖的树干上面 他已经慢慢裂开了个大口 里面噴出了很多声臭味出来 看来 那些树枝正是要将他拉入个大口里面 张小凡整身震一震 他打死都不信 自己有一日居然会做了一棵树的肥料 这样死法实在太恐怖 也太不抵了 于是张小凡来到大口边的时候 都不知在哪里来的力气 奋力猛一挣扎 用脚撑住了树干 顶住死都不肯被那些树妖 拉了自己入个大口里面 但是这棵树妖的力量 真是异乎沉常那么大 那些树枝扯得挺扯 张小凡是当堂武力了 然后树妖将他撒一声 用几条树枝 将张小凡向自己的大口送过去 张小凡知道这个时候真是生死一发 这阵子正是垂死争扎 不理得那么多了 他马上握住手边 唯一那支武器烧火棍 向着树妖大口旁边直插下去 烧火棍上面 特别是前头那粒圆珠上面 马上就发出幽幽的清光 这条烧火棍 本来就很挖很顿的 但是张小凡将他打在树妖身上 他就像神兵利人一样 只能一声响 那支烧火棍竟然斩瓜翅菜 直接插入了树妖坚硬之极的树干之中 本来整个漫天舞动的树枝 突然间一瞬间 所有的树枝都停了停 张小凡自己都折一折 在他心里面 突然升起一阵很害怕的感觉 一股熟悉而冰凉的感觉 忽然间在烧火棍那里传回来 而且还带来了很暂心的气息 一股股暖流 在烧火棍那里 一路流入了张小凡的体内 就有一次没多久之前 张小凡在万福咕咚 和吸血鬼姜老三斗法的时候 后来将烧火棍插入姜老三身体的时候 一模一样 杀时之间 沾点到树 树妖好像发出了一阵连串的惨叫 那波巨大的 和这支烧火棍根本不成比例的树妖的軀体 突然迅速地枯毁 所有的树枝 树条 甚至树干都好像被人抽了所有的水份一样 干 卷 缩 那些树变 那些树变 吹吹吹吹 那猛地跌下来 然后 那波树妖 都发出了生命中最后的一声大咬之后 砰一声 整棵大树一起倒塌 然后花为灰尽 张小凡在半空中就跌回到地面 他整个呆了 他甚至不用运气都知道 刚才烧火棍吸来了一股巨大的暖流 对自己的身体很有益处 本来受伤的经验 被这股新来的暖流气息一补一冲 当堂已经大为好转 他再望望自己手上那条烧火棍 只见这个时候 烧火棍上散发着心满意足的光辉 似乎 他已经吃得很饱 吃到已经是心满意足 而在棍身上面 本来那些不是很明显的血丝 现在都发光光 好像吸爆鲜血一样 红起上身 甚至是光起上身 还带着一分的真灵 唐一声 这条看上来 有几分恐怖的烧火棍 在张小凡手上跌了下来 跌在地面那里跳了两跳 一离开张小凡的手上 那条神奇的黑色烧火棍 也都好像失去了寄生的宿主一样 所有的光芒马上消失 又变成了一条平凡而难看的普通黑棍 他刚才做了什么 他做了什么呢 张小凡只觉得心神动荡 在脑壳里面不断回荡着这把声 就在这个时候 非常远处 又传入了六雪奇的一声惊叫 哎呀 他叫痛了 张小凡整个人惊醒过来 轻转头一看 只见六雪奇 被无数的阴灵 和那头猪头受小的一路围攻 整个人好像刚刚被人重重地打了一下 向后飞出来 他的衣服染红了一大片 看上来又是受了很重的伤 张小凡一见到这个情形 还便利得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一手就马上又立了一条烧火棍 向着六雪奇直飞过去 在半空之中 烧火棍又亮起了原清晰的光芒 那些阴灵一见到烧火棍上的光芒 就纷纷避开 转眼之近 张小凡就追上了六雪奇 而前边 那头猪头受扰 对这些烧火棍 他一点都不怕 大哭的声直托起来 张小凡心地上来 又担心六雪奇的伤势 不肯再退让 他也发出了一声大渴 运起落山之前 自己思良疏如传给他的道发 烧火棍忽然间脱手飞出 一声 就好像一度急速的闪电一样 向着前面头受扰一直飞过去 那头受扰哪里会得利害啊 那只猪头受扰 见了一条小小的黑棒向自己飞过来 冒起那只巨大的前肘一拍 就想把这条土验的小黑棒拨在一边 再冲上去 将那两个土验 但是美味的人类吞入那肚子 好好吃一餐 谁知他巨肘一飞出 跟着只觉得一两 闪眼之间 他胸口忽然间又是一两 猪头受扰抖一抖 搭得一看 居然见到自己前肘那里出现了一个小孔 而心臟的地方也出现了一个小孔 他旁大的身躯 居然就被这条黑色丑陋的烧火棍一穿而过 猪头受扰发出一声私心烈肺的狂敲 巨大的身躯摇了摇 就像整座山飞行斤塌了下来 噗地跌在地上那里 尘土飞扬 在地上挣扎了几下 嘴角流出了一道黑血 终于再也不识动 这个时候张小帆已经摺着了六树旗 见到他全身冰冷 已经滋潜住昏了过去 而张小帆自己呢 自从烧火棍在树妖身上吸来了大量的暖流 原来传去了张小帆身上之后 他身体的伤势 居然好像好了一大半那样 一仔细看下六树旗的呼吸 他就发现他呼吸急速 蹲下来一看 只见六树旗左边肩膀的伤口 居然染成了黑色 显然中了脐毒 张小帆见到他真的心急了 虽然旁边的两只兽妖虽然死了 但是周围还有无数阴灵 那怎么算好呢 怎么知道令主带一看 是啊 那无数的阴灵 他已经漸漸散开 躲在黑暗之中 张小帆是觉得很奇怪 但是现在连那些阴灵都退走了 哎呀 那自己当然是求之不得了 所以还哪里想得这么多呢 另转身去照顾六树旗了 其实那些阴灵之所以吓得退走 正是因为刚才张小帆误打误撞 将以小火棍插在树妖身上 结果树妖身上 所有的生命精华 在眨眼之间时时时时时 就被细血珠吸到一干二整 而且还将其中一部分的精华 输在张小帆体内 不单只医好了张小帆身上的伤势 同时还将树妖庞大的身躯 吸到只剩下外面的树皮 和里面一些残留的根绿 然后乒乓的声 碎在地上四分五裂灰飞烟 这一切正是和当年黑心老人 用细血珠吸食那些阴灵 原来的身体的时候 感觉是一模一样 那些阴灵见到细血珠 是重新发威 散发出来的光芒 同当年一模一样 而吸食那些生命的生命精华 又或者是精血的时候 那种情景也一模一样 不如都一起想起 当日自己身遭大难时候的情景 恐惧起来 立刻就一涌而散 这些其中种种的曲折 张小帆当然不知道 而且他这个时候 都不得闲仔细地想 他只是默默地守在绿血旗的身边 帮他包扎好伤口之后 好招呼急地等待他醒来 幸好 包扎好伤口之后的绿血旗 面上已经没了一丝的黑气 似乎他中了毒 已经有所缓解 但是 这时候 除了张小帆自己的呼吸声之外 四周围却是一片直症 没有到一些的虫叫 或者蚊子飞过的声音 在这个死灵犬之下 好像除了妖兽阴灵之外 就再没有其他一个的生物 但是偏偏 就是这个极度直症的时候 张小帆他忽然间听见 有一阵的脚步声 突然 就是这个直症之中 各位 在今天的故事里面 大家听到了 有阴灵 也有由动物进化而来的妖兽 还有由植物进化而来的树妖树精树怪等等 有些朋友听听一下 就可能会说 喂喂喂 老林 你说这个故事 到底是什么类型的故事来的 为什么一会儿 好像在听武俠小说 但是一会儿 又好像在听神话聊斋 各位 其实在网络上 出现的这种圆幻小说 正是一种介乎于武俠小说 和神话小说之间的新元太 萧鼎先生构造的这个诸仙的世界 其实呢 正是介乎于武俠小说 和好像风神榜西游记的元幻小说之间 好像他在书里面谬写的 道元真人 又或者好像张小帆 六雪奇这些修真练道之人 虽然他也都可以使出种种神奇元幻的法术 但是并不是好像西游记 又或者风神榜里面 那些得到成仙的神仙一样 而只是通过自己的修炼 而获得了某种超乎常人能力的人 但是既然 人通过修炼之后 可以获得更长的寿命 甚至可以使出炎热的法术 掌握到在大自然里面 某种神秘的力量 那么一些野兽 又或者一些植物 因为他们生活或者生长的地方 刚好可以吸收天地的灵气 又或者享受了什么神奇的果实 于是 他们也都可以获得进化 然后 在有意无意之间 掌握了某种收真练道的办法之后 这些植物 又或者野兽 就往往 能够好像一些收真练道之人一样 也都掌握某种神秘的力量 好像那些知质平庸的人 不可以修炼到高级的法术一样 某一些植物和动物 也都往往 只是进化成为妖兽 又或者是殊妖 但是一些运气好 又或者无性高的 往往 还可以修炼成为人形 不动声色感 来到人的世界里面 和这些人一起生活 甚至一起修仙练道 这些就是高级一些的精怪 而甚至 有些魔兽和神兽 往往 可能在天地初创之间 又或者在上古年代 就已经生存到现在 他们的寿命 甚至可以以万年计 这些为数不多的上古魔兽 或者神兽 掌握的力量 就更加之大 甚至 还不是一般普通的修仑之人 可以抵挡得到天 他们或者凶恶 或者善良 但是肯定 亦都是附有一些 在上古年代的主宰 留给他们的神秘使命 如果能够 纯服这些上古魔兽 为自己所用 肯定对自己的实力 是有很大的壮胆 好像青云门的镇山神兽 水麒麟 就是其中一只上古灵兽 各位 在这里 跟大家讲解一下 萧鼎先生 所构造的这个诸仙世界 或者 对大家理解这部故事 也会有一些的 当中 萧鼎先生